- 忍不住對著心愛的飲料拍照打卡 另外一邊還有人手都快拿不下了 這是假日的公館商圈 周圍的飲料店一到下午 人敲走勢 糟糕不絕 不過這些喝完就丟掉的飲料杯 到底有多少 根據統計 全台灣一年用掉超過20億個免洗杯 換算高度相當於13萬座101大樓 數量也遠比10年前增加了5億個 再看看我手上這個環保杯 自從政府推出獎勵措施之後 有不少店家都有環保杯的優惠方案 不過真的會有消費者買單嗎? 市場會有蓋環保杯的習慣嗎? 沒有耶 自備不方便 不太會 因為要清洗比較麻煩一點 輕鬆投入3秒內完成歸環 熟了塑膠杯的垃圾也不用再自備環保杯 一群大學生看見循環杯的優勢 從校園到商圈逐步推廣 光是一年就可以增少一萬兩千個免洗杯 透過我們永續杯這樣的概念發想 讓大家去正視塑膠問題 而不是覺得塑膠就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而是希望大家知道正確怎麼去使用它 不過實地訪問還是有民眾不放心 我應該不太會想用 很多人公用的話感覺不太好 你會擔心衛生問題 對 我們有跟全台灣最大的清飲廠機運來合作 那還有專門清洗杯子的設備 改變塑膠使用方式建立共享循環 不用為環保與方便的選擇梯陷入娘男 真為手遙控的你也跟上這波潮流了嗎 記者增香起李佩軒採訪報導